除夕夜的团圆饭是华人最为重视的一餐 而各地华人选择的年夜饭种类各有不同 不同籍贯的年菜也各有特色 当然每一道年菜都象征着不同的吉祥兆头 在福建新安面线又或者是寿面 是年夜饭一道不可或缺的食物 而红硅膏和发膏也是每一户福建新安人必备的 意义就是试了平安长寿 新话人叫韩东 也就是红团 它的模型是一个硅的模型 意义是长寿 红色就是喜气 发膏的意义就是要发 而且发膏它的表面好像是裂开来 就好像像西西的这样的样子 在人日年初七时 广东人就会吃八宝粥 八宝粥顾名思义 就是用八种不同的原料熬制成粥 它除了具有健脾养胃 消质减肥 意气安神的功效 对广东人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一道年菜 里面我放了八样材料 有药豆 就是表示药蝉弯冠 还有那个冬菇 冬陈鸡旧 还有那个红萝卜 红芸 还有花生 花开富贵 玉熟熟就是子孙满堂 传统的客家菜肴一向受人欢迎 而当中最让人胃口大开的 就包括扣人新鲜的五香芋头扣肉 五香扣肉色泽光亮 肥而不腻 是客家人最爱的菜色之一 也是大部分华人每逢春节时 桌上必有的一道年菜 芋头就是好芋头嘛 吃了如意 为了让素食者也有机会品尝到客家的传统年菜 同时提倡环保 还有人特别以素食的方式呈现出客家的炸肉 姜母鸭以及蒜盘子 素食对我们本身是非常的很好 对身体对我们的智慧都有增长 我们用天然的东西 像用脊肉还有那些豆包之类的豆类产品做的 除夕团圆之夜 在外的游子学子 无论相隔多远工作多忙 都会回家乡和家人团聚 今年过年 大家不妨也来烹煮传统年菜 利用年菜的知识 祝福亲人长辈 让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 增添好运气 NTV7实习记者曾思科 专题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